你不能给杂局看 大家好啊 我是超时的罗伦哥哥 在之前节目中我们曾经介绍过 疯眼的论物推演 从疯眼的论物推演当中啊 我们知道他制造了监管者斑斑 但斑斑原来的名字 其实是简单的叫26号 斑斑这个名字呢 是庄园的小女孩给他取的 那么庄园小女孩 为什么要给他取这个名字呢 我们来听一下 小女孩他是怎么说的 从前庄园中有个疯眼制造的机械人 他叫26号 我每天晚上都会偷偷的溜到 庄园的小树下陪26号玩 我喜欢摸他 他好硬 是用金属做的 我觉得26号不能突出他的特点 所以我叫他硬邦邦 这是我给他取的名字 他很开心 原来我姓硬叫邦邦 我是硬邦邦 从此我成为了他唯一的朋友 可是凤眼老头不喜欢他的名字 对他重新输入了删除程序 让我来做个技 删除硬 删除完毕 最后老头发现 由于程序误读 只删除了硬 26号虽然不记得硬字 却永远记下了邦邦 从此他拥有了 记忆删除免疫功能 凤眼再也删除不了他的记忆了 后来我再也回不到庄园中了 邦邦却一直记得 我会在小树下等他 从此他一直在庄园徘徊着 等我回来 每个人都有一个超神的梦想 点击关注哦 关注超神龙哥哥 每天都有精彩的游戏节目更新哦